政府不加購次世代BNT疫苗 郭台銘暗奉政府朽木為官 禽獸實路 想問院長怎麼看 另外議員梁文傑認為 政府不該為郭台銘的私人承諾 買三千萬劑疫苗 以及薛瑞園部長認為 郭台銘向BNT推銷員 想問院長怎麼看 這件事情兩個人都有對 都有錯 郭董事長熱心積極 對BNT疫苗情有獨鍾 在國家需要的時候 花大錢和持續的台積電等 買了大量的疫苗 供國人使用 我們非常感謝 那這一次他依然 同樣的態度 我們衛福部薛部長 不能把這個跟推銷員一起講 雖然他不是那個意思 但容易被人家連在一起 怪不得郭董事長就跳起來了 所以這樣不好 我們應該覺得這個政務官這樣子的講法 我特別要表示道歉 表示不要這樣子講才好 那郭董事長馬上就罵薛部長是朽木是禽獸 這也不要不好 我相信這不是好的這樣子對應方式 我們總是希望大家都一起熱心積極 那今天因為我們還有400萬劑的疫苗 而國人現在因為疫情穩定 打氣很低 一天才2萬劑 那薛部長 是從預算國家需要以及整個的全面角度來考量 我認為現在這個疫苗 莫德納跟BNT是完全一樣效果 同樣可以達到目的 保護國人健康 同時不必在這個時候又要花很大的經費去買 那這個也是薛部長沒有錯 所以我們覺得大家都可以平心靜氣 萬一有一天真的有需要 那政府一定也會買足疫苗 是現在這疫苗是非常的足夠 請大家放心 請大家都平心靜氣 請大家如果時間都已經可以了 就出來打疫苗 郭董問一下郭董現在對疫苗 你怎麼看 什麼樣的意見 他認為說要買這個BNT的次世代 這個是郭董講的嗎 聽起來好像是BNT的那個推銷員 所以目前我們指揮中心沒有預估要再採購 我們會評估啦 我們會評估有沒有這個需要 郭董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陳正義士說 因為BNT跟莫德納都是MMA的 所以如果平常是打BNT的疫苗 他如果次世代疫苗 一定要也可以打莫德納的MMA 身體不會沒問題嗎 從研究上面的報告是這樣沒有錯 他混打是可以的 那想問一下再過一個多月就是農藝春節 我們小三通啊 到底春節前有沒有可能上路啊 這個有陸委會那邊會做發布 因為指揮官王必勝有講說 中國疫情可能會升高 我們對台商回來會不會有加鹽的措施 目前並沒有說特別要加鹽 台商就說台灣人自己回國的話 並沒有說要特別採取加鹽的措施 對於這個普拿藤退燒藥已經有 責官說確定有缺貨有搶購 我們這邊會有進一步的管制或是進一步的措施嗎 這樣子啦 普拿藤這特定品牌的 這個解熱陣痛劑的話 的確有搶貨 那但是同一成分的藥 那目前是不缺的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密切注意 觀察這個 整個的這個藥的市場的變化 那也就是說如果是單一的這個品牌的話 只是證實一件就是說國外有搶貨 或者國人有搶貨寄送國外的這個行為 但是以這一個同樣成分的藥 因為沒有缺 所以倒還不必說民眾有恐慌 那也就是說這個退燒藥 目前在醫療體系裡面都還夠用 市長怎麼看國民黨點名名要下來 來 打個字 掌握當下好好做事 郭台銘 您會覺得說他執著在敵人體 那因為剛剛也提到好像打次世代的莫德納也可以 會覺得他有點執著在一定要次世代的敵人體嗎 我不知道郭董的意思是什麼 他的真意是如何啦 郭董是認為說不需要增加這個換疫苗的風險 我打四季的那個高端 我可不可以請高端再重啟生產線 然後來製造讓我打第五季 好 謝謝 請問一下現在大陸疫情升溫 那目前好像會偵測到130多個變異注入室的這個雅分支 會不會對台灣疫情有造成一些影響嗎 我想 中國現在疫情升溫 那由於他們這個感染人數預期應該是會蠻多的 那這個應該是會加重這個病毒 做加速這個病毒的變異 那這個病毒的變異我想一直都存在 它一直在演變 那我們應對的方法就是對我們的這個 國內的這些病毒的病毒株做一些長期的這個監測 那病毒株有變異要看它未來發展會不會變成一個強勢的 這個病毒株來取代現在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最流行最普遍的BADN5 那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特別強勢的變異株 但是我們會持續的觀察這些事情 那台商政府反台會不會有些加嚴的措施 我想因為我們一直也是在持續的這個觀察這件事情 那除了觀察這個中國的疫情之外 那我們也會去評估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未來會回來的人的量 那目前我們是沒有規劃特別的加強的這個防疫措施 目前是沒有在幹的 預估台商回來的人數有多少 醫療量能夠嗎 好我想醫療量能夠的 這個是先肯定 那至於說會回來多少要看這個航班 那目前我們從民航局那邊知道的航班是說 他單向是有加開 就是說用現有的航點來看的話 回台的是有加開 可是回中國的沒有開 那這個是取決在中國這邊 那我們民航局或相關單位會跟他們在協商 那有一些台商可能因為沒有回程的這個班機沒有確定 那就比較猶豫要回來這些問題 那這個這個我們會請相關單位再去瞭解 再去溝通 那請問郭台銘有提議說要有CVU次世代 那想問問他第一位呢 有這些事情可以進行嗎 我想這昨天我在這個跟記者說明的時候已經說過一次 那我想兩個BNT跟莫德納的次世代雙架疫苗 他們在這個類別上 第一個他們都是mRNA疫苗 那第二個是說他們在這個效果上 或者是副作用的比較上是沒有差異的 那第三個 ACIP或者是其他國家都沒有說 我們現在ACIP都是說可以都可以作為這個追加劑 而且不管你前面是打什麼 並不是說你前面打莫德納後面就要打莫德納 前面打BNT後面打BNT 現在混打已經證明是這個安全 那所以基於這些原因,那我們目前是只有進莫德納的四世代 那還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因為有約的關係 我昨天也說過因為他的約有彈性 他可以把原來的這個非四世代的換成四世代 或者以後還有更新的他也可以換 那另外有一些彈性在 所以我們目前是只有進這個莫德納 那進莫德納因為我們現在打氣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存量還蠻多的 但是我這裡還是要強調,我們並沒有這個排除要購買BNT的這個四世代疫苗 那這個事情我們也會這個請BNT來做一些協調 那我想這個未來整個的這個疫苗的計畫,我們會再讓他更完整一點 你好像認為說混打的話就是四世代如果他本來打BNT再混打其他可能風險比較高 我想這個這個應該在科學上這個不是正確的觀點 我想我們其實很多人我們很多很多國人都有這個混打的經驗 我自己本身我也打過總共三種疫苗 我從這個AZ那也打過BNT那也打過高端 我想現在看起來混打也是這個很常,算是這種常態 並沒有說我剛剛講的你打了前面打了什麼後面就不能換這樣子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科學上也都有證明 那中國那個農曆春節期間台商跟華強回來 遇過我們本土疫情農曆春節會不會也飆升到2萬例 我想現在我們的疫情正好在這個環境上升當中 那我想我自己估計是每日大概高峰的時候會過2萬例,這應該是會的 那但是我們看他的這個上升幅度並不大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一波這個比較小的一波 那現在感覺上是已經開始 那他的高峰預計就是在1月底2月初這個時間點 那至於說是不是會跟這個台商這個反台有沒有關係 我個人認為關係是比較不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